吃完我给他做的炸串后老婆说 我们以后开个炸串店吧 不得配你吃完了还有的卖吗 今日火食 家庭版炸串 先把竹签子用开水煮一下消消毒 煮过五分钟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串串 炸串的好处就是万物即可炸 工作量有点多 好像是需要老板娘过来帮个忙 帮个忙谢谢 香肠开一下花刀 一会炸出来会非常漂亮 调一下酱料以15毫升两勺为准 两勺辣椒面 一勺孜然粉 半勺五香粉 一勺白芝麻 一勺蒜泥 浇一下热油 再加一勺蒜蓉辣酱 一勺蚝油 一勺双抽 白糖盐鸡精各一小撮 开始炸串 油冒清烟五六成热的时候 先从蔬菜开始炸 蔬菜不用炸太久 十秒钟左右就够 生活要有仪式的 炸出来之后先摆盘 然后再刷酱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老板娘今天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确然天气 去春油啦 去春油啦 她变身我变吃的 今天是赏花春油便当 要做开花鸡蛋卷 你怎么比我还开心呢 先分离三个蛋清 加一小勺盐 一把葱花 打散备用 蛋黄里再打三颗鸡蛋 加一小勺盐 打散备用 香肠切片 拌出小红花 再把冰角料放进鸡蛋里 先把鸡蛋煎一下 推到一边 再倒上蛋液 放上芝士片 卷上来 再把小红花煎一下 倒入蛋清 这是最关键一步 这 嘿嘿嘿 这次比较可以 准备照烧饭团 一碗米饭 芝麻香油 白芝麻 搅拌均匀 准备211罩烧汁 一个 猫泡泡后 把饭揉成团 放进去 滚两圈 捏碎海苔 再把饭团放进去 滚两圈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问他 曾经北漂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 周末晚上吃着炸鸡一起追剧的画面 果然离不开吃的 今日火食 黄油蜂蜜鸡翅 先把鸡翅咽一下 500克鸡翅和300克鸡柳 15毫升两勺为准 半勺盐 半勺胡椒粉 两勺料酒 姜片 抓匀 腌制20分钟 制作油炸粉 面粉跟淀粉1比1 打匀 再制作湿面浆 油炸粉 凉水1比1 搅匀 裹面浆 把腌好的鸡翅放入湿面浆里 搅拌均匀 然后再均匀的裹上油炸粉 筷子轻微冒泡油温 4成热的时候开始油炸 8分钟后捞出筷子瞬间冒大泡油温回升6成热的时候 复炸1分钟炸至诱人的颜色出锅备用 加入100克黄油 小火炒化 先放一半的蒜泥 放入一勺松葱 两勺蜂蜜 搅匀 再放入剩下的蒜末 青辣椒和鸡翅 关火搅拌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